最新消息要來告訴您 世界12強棒球賽的最新戰況 我們中華隊有一點可惜 今天是以2分之差敗給了委內瑞拉 不過總教練曾豪居就說 其實我們的投打表現都非常好 過了今天明天會更好 不過一度傳出呢 今天打出三支安打的台灣隊長陳傑信 在賽後之後被帶去要檢 後來證實說只是例行性的抽檢而已 好 我們現在就連線給人在東京巨蛋的 中天特派記者 好 主播觀眾 中華隊今天的表現算是非常的可惜 以0比2敗給了委內瑞拉 那總教練曾豪居在賽後的記者會上 是表示說我們的投手跟打擊 表現的都蠻好的 那主要是自己反應不夠快 責任在他的身上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最新說法 投手在今天的一個整個的出賽 其實後續在上場的時候都有把分 就是把整個危機都已經化解 那我相信就是在前面 就是我們預賽的時候 其實大家投手就是我們 雖然就目前最依賴的一個方面 那也就是也看到說在這一場 大家都要把自己的一個工作完成 那任務也都完成 那現在就是等待活力的資源 那最終可能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去做一個反擊 那當然我相信 不過今天 那我們明天會更好 好 至於說明天要對上美國隊 曾豪居則是表示說接下來呢 他們會好好來調整自己 那根據情緒資料 那相信明天一定能夠突破的 那以上就是目前掌握最近情形 主播 我們要來調整一下 我們要來調整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